3、2、1 台灣荷蘭都市創新巡迴展正式啟動 台灣荷蘭都市創新論壇跟孫婦町來到台南町出 市長落選擇率領以及主管共同參與 這個活動的意義是說 不是說我們能夠幫台南解決所有的方法 並不是,是一個交流 台南這方面在水利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 它的優勢,它發展的一些基礎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合作 那在這個大的局次的卡證裡面 我們從這個都市計劃到對南 到智慧昭東 到水土等等的各種領域 區緩新紀也是 我們有一些我們的概念向跟市長 跟各位這個台南市政府要分享 是因為數百年來我們這個溫室氣體的排放 讓氣候變遷,雖然川普不承認 不過天氣,全球的天氣才越變越奇怪,越變越熱 但是也因為天氣越變越奇怪,越變越熱 才有我們今天的聚會 如果我們為止四百年前,兩爽的天氣 大概就沒有我們今天來 所以我們在10月24號 10月24號,河南跟台南之間還有一個創意的論壇 我們會提到當然會借重荷蘭的專長 包括循環經濟剛剛提到的 還有包括綠能產業 也包括這個任性層次如果建立 這方面荷蘭是個專家 許許多多其實荷蘭在很多領域 在國際上都是居於領先的地位 那我們非常期待 那要回饋給各位的 就是要帶大家去做一趟歷史之旅 四百多年前的祖先到底留下什麼 除了這個安平追祥曲那個金小姐以外 還有更多的建設 雖然,在鐵欄民望大領之下 市長也去車頂參觀 市長有帶到桑梨尾雅目鏡 體驗台南市立道書館 總廣神見鑑定的現場感覺 另外,有一套藉由在桑梨尾雅目鏡 第一段發展的三戶 市長也特別有興趣 那這個太陽門反轉器 然後這個光就可以吸收電 然後… 然後普通就有這個針電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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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只要這太陽家走1.5小時後 是,那可以充電 就可以充滿一次 美女開球 在這裡